不过我这长生不死的体质 虽然肉身不是遭受完全毁灭 都可以再伤 但是真疼啊 来 开始吃饭 这一天天的 不是在干饭 就是在干饭的路上 这样下去不行啊 我是来修仙的 就算资质差我也得修炼 几位师傅 我想 不 你不想 陈起陪我们在这里耗下去 也不是办法 要不把我们修炼的交谈 也许他就能 闭嘴 你想害了他吗 好吧 我只是看陈起太渴望修炼了 可惜天意弄人毫无自治啊 我吃完了 你们刷完 我资质确实太差 无法正常修行 但二师傅刚才欲言又止 难道他有什么办法 二师傅 陈起 别问了 修仙这东西最看资质 不是我们不教你 是我们教你洛仙宗的功法 你也学不会 我们也没办法 二师傅 我不是找你修炼 我是听人说 老残院曾经无比辉煌 和我讲讲呗 你要是这么问 那就有得闹了 何止是辉煌 老残院曾经拯救了 濒临灭门的骆仙宗 濒临灭门 骆仙宗是此地最大的修仙门派 怎么会濒临灭门呢 这个说来话长 涉及到隐秘 你只要知道 当初骆仙宗曾经面临四大门派围攻 命悬一线 关键时刻是老残院挺身而出 挽狂澜于祭岛 赴大厦之江青 这么厉害 这么说 四位师傅都是相当厉害的修仙巨博 那是自然 看见你三师傅了吗 当年他一双天地角 踏天踏地 让无数人闻风丧打 死在他脚下的亡魂数不胜数 一双天地角 二师傅你认真的 明明三师傅只有一只脚啊 我的鬼魔双煞拳 以及你大师傅的天眼 都是无敌的存在 当年打的四大宗门丢亏气甲 那为何如今你断臂 三师傅断腿 大师傅眼瞎了呢 那是因为我修炼的功法有缺 或者说我们修炼的是禁术 禁术 禁术这东西 威力大见效快 我们当初为了拯救洛贤宗 不得已才修炼 如今才落得这副残废模样 既然你们为宗门付出了这么多 为何宗门还如此对待你们这些功臣 这个说来话长 总之还是禁术的原因 修炼禁术 为修仙正道所不容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师傅 我想学禁术 你疯了吧 修炼禁术不但伤害身体 最大的问题就是损耗受缘 我们几个如果不修炼 能多活几百上千年都没问题 那像现在 活一天算一天 损耗受缘 那简直太适合我了 你想都别想 你大师傅第一个不同意 二师傅 还有啥事 四师傅看上去一切正常啊 他哪里藏了 他脑残 学 必须要学 禁术对别人来说是大吉 对我却正好适合 我添资不行 正好用禁术弥补 既然大师傅二师傅 三师傅不肯教我 那就去找四师傅 从四师傅那里 找到突破口 来了 弟子拜见四师傅 四师傅这言行举止 和正常人没区别 不像是个脑残啊 四师傅站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发现了一个事情 何事 每呼吸一分钟 就过去了六十秒 你找我肯定有事吧 是有事 难道四师傅看出来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一定是猜对的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请四师傅 教我修行禁术